鳥姐好 各位親愛的聽問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子晚報 今天坐在我對面是一位超級女唱將 愈獲鳳凰 顏毅格 歡迎妳 大家好 桃姐好 最新專輯對不對 速碟 叫做 Let everything happen 这句话好像是一个 一首诗的名字是吗 对 你能帮他跟大家讲一下 它好像原本是 我们只抽了其中的三个字 它是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 然后Tears and Terror 哦 对 哦 说噶 是倒是倒 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这次的 企划性言格讨论的 然后他的idea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好棒哦 你刚刚有听懂什么叫 浴火凤凰吗 我稍微懂了 我现在中文有比 以前好是不是 好得那么一丢丢 是凤凰就是Phoenix嘛 浴火凤凰就是感觉你 经过很多人生的挫折啊 然后 他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在那个 熊熊烈火中啊 企图好像毁灭你 但是你又可以从当中 找到那种重生的感觉 所以我这样形容对不对 还蛮有感的 是不是 你其实有一阵子 因为我跟你的那个 经纪人Summer很熟嘛 然后我就有问到你的状况 然后事实上那时候 从这个星光大楼之后 我就说快点呐 严谊怎么敢出专辑啊 我很喜欢他 然后后来好像就有听到某些事情 就说好像你有一点 是不是忧郁症 是什么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 可能压力太大了嘛 所以就是导致内分泌失调 所以 所以就 其实一开始还好 就是一直 但是是错误的减肥方式啊 所以变成身体很不健康 然后到后面开始重视健康的时候呢 就吃中药 但这一补就补了30公斤 所以我就是一路 所以他其实还是在一个震荡摆荡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胖到了75公斤 哇哦 呀 确定那时候肚子里面没有 我是开过是觉得还OK啦 没有大便 OK 可能蛮多的 可能蛮多的 OK 所以你看哦 严谊格哦 事实上他在跟我们讲这一段说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 哇 13年吧 7年前 嗯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在一个 呃你的你的心理跟精神应该是怎么讲 就是会很想 很想赶快回到这个以前的那个巅峰 对 然后但是会有无力感嘛 那个时候 蛮无力的 就觉得 因为身体是自己搞坏的嘛 那你用了一年去摧毁你的身体 你就要加倍奉还了 嗯 所以变成我后来从调身体变胖再减重 也花了四年的时间 哇 要回到那个原来的严谊格要四年的时间 因为 本身那个时候就19岁嘛 所以要瘦很快 嗯 然后毕竟过了一些日子 嗯 然后主要是那个时候 瘦得太不健康了 嗯 所以很多器官都需要修复 嗯嗯嗯 对 所以就只能慢慢来啊 而且 我觉得那个很无力 是因为我是母羊座 我就很很很急 对 但是一切就是急不得 急不得 对 哎呦你看严谊格我觉得他这个自己又有自己的podcast 然后又录了你看十几集的节目应该很会聊天哦 我觉得主要是其实大家会说哎呀这个聊天讲话是不是可以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训练只是一个技术 其实最重要的是内容 嗯 因为发现严谊格我觉得人生经历了这个阶段是相当好的 对 对 也在你这么小的时候经历 嗯嗯嗯 嗯嗯嗯 可能那时候更无助 是 对不对 是 后来最最后能够让你慢慢就是抓住那道光 然后你觉得说我要重新回到那个位子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这样子 嗯嗯嗯 我九歲就已經知道我想唱歌了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一直是我人生目標 就很常採訪他們說如果你不唱歌你要做什麼 NO 我就是要唱歌 就是一直很明確 但那個時候可能自己又比較年輕比較玻璃心吧 大家有一些攻擊 我覺得可能我不適合當這行什麼的 那我那個時候就是一個人在 我那個小小的樓中樓的小套房裡面 就會開始哭 因為我想說我曾經擁有那麼多舞台 然後我現在的觀眾就是我家客廳的電視這樣 就覺得有一點點過不去 就覺得演藝閣怎麼可能就這樣放棄 然後我覺得很關鍵是 我有個香港的一個國中同學他飛過來找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又很愛面子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變胖了什麼就不讓任何人看到我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他因要從香港飛過來 我說好吧那就來吧 然後他就看到我那個狀態 哇就我朋友怎麼變這樣 然後他也跟我聊了一下 然後他就問了我的很關鍵問題就是 你這輩子如果再不站上舞台的話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然後就哇洗花大哭 我說不對不對這個 演一個不是這麼脆弱的 我覺得他那句話稍微 所以推了我一把啦 然後我就是隔天 我記得那天是 好像是2013年的12月31號之類的 所以就2014年的1月1號 我就報名健身房 然後就是OK我要來 重新再一次這樣 我覺得人是非常脆弱 然後人也可以是很堅強的 然後當然我覺得 當你要決定的時候 你的意志力跟你的身體配合的行動力 都是一定要同步啟動的 那但是我也很心疼 其實在星光那時候 很多很年紀很輕的選手 各自有不同的擔憂 或者是挫折 你剛剛講到說網路上的攻擊啊 什麼等等 你自己去看哪 那個小S上那個酒令的舞台 多美兩個 那下面還是一堆酸民啊 罵翻了 但是他們那段還是點閱率很高啊 然後大家還是很喜歡啊 所以可能 怎麼講 就是連我朋友可能在他小孩在路上騎機車 都會就是 根本連撞都沒撞到 然後就有一個人說 我被你嚇到了 你下來 我要跟你說什麼就是 每一個人想什麼你不知道 然後每一個人有他的情緒 或他生活的苦難 他想加諸於別人身上 然後他要找地方發洩 他自己站不起來 他想打倒別人 他看到一個垮下去 他可能會有一點那種 就是看到別人失敗是他的快樂 我們沒辦法去要求 每一個人都是想要幫助別人 或是善良 或者是你成功他能為你拍手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要求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很高興看到你 就是現在就是完全這樣 這麼美好的一個狀態 謝謝 太棒了 然後聽你唱歌 我覺得又比過去 有更多不一樣的力量 這個力量是很無形 他未必是 不是我剛剛講的那種肚子的力量 或什麼不是 就是你傳達出來的那種 你相信你做的事情 這樣的一股力量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你不覺得人生有時候 我們就是摔在你巴堆裡面 然後啪啪啪啪啪 趴了好幾年起來喔 那個會讓你的人生接下來 無所畏懼 然後也 呃 證明你自己 更強 是 太美好了 謝謝謝謝謝謝 恭喜你 這張專輯呢 我覺得也設計得非常好看 我們就來這個 聽聽這首歌好不好 好啊 這首歌叫做 呃 第一首 Let Everything Happen 嗯 歡迎回到桃子晚報 今天很開心 訪問到炎依格 然後聽到他這個 超強實力派的歌聲 其實這次你有跟這個 你有跟兩個男生合作啦 對 一個是高爾瑄 一個是Jay Sean 這兩個男生有什麼不一樣 蠻不一樣的 嗯 一個是 覺得 比較小男孩 大男孩 大男孩好了 哪一個 Ocean 我怎麼覺得兩個都是 喔 OK I mean 但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可愛 然後很有禮貌 但是也很有想法的 的男孩 是 因為其實我跟他寫歌的時候 一開始 本來是要一起寫的 嗯 但是 因為他就很害羞 他說不好意思 可以可以一起寫 但是其實我比較習慣一個人啦 就是他也不好意思就是 直接拒絕 對對對 然後 可是Jay 因為我們也約了好幾次 然後這首歌也是我們一起寫的 嗯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有想法 然後直話直說的人 嗯 所以兩個人給我的感覺還蠻不一樣的 嗯 嗯 那所以高爾瑄是先關起來寫喔 後來他的rap就是他自己關起來寫啦 喔 真的是 OK 所以他意思是說你也不能有意見是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他的rap 我一直很欣賞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rap很真 嗯 他不是那種很很膚淺的詞彙 我覺得他就是真的是掏心掏肺想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然後用rap的方式講 那他有什麼拿幾句歌詞最打動你嗎 我覺得他那個是在講他自己的 的學校的小時候的事情 嗯 就是因為這首歌本來就是一個很正能量 然後要愛上現在的狀態嘛 嗯 所以他也在講他自己就是曾經 是個粉絲現在變成一個 you know 被follow的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狀態 然後我也是這次找那個 學學維杰寫詞 嗯 就是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怎麼講 算是女生的一個 role model 對 一個榜樣 就是在他身上我學到 欸一個女生要如何愛惜自己這樣子 嗯 他那那個Vivian幫你寫的 就是拿幾句 你覺得有打到你的心裡的 我覺得 其實就是 愛上現在的我欸 嗯 我覺得我之前還蠻不喜歡自己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就會一直挑自己的毛病 為什麼 你覺得這個習慣是為什麼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我從小是比賽長大的 嗯 因為我可能十二三歲就開始比賽 嗯 雖然是校內啊 會比較小型的 我好像感覺我的人生 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要被打分數的 嗯 所以我之前小一點的時候 我只要有比賽或者是表演 我都會請家人或者是朋友幫我錄影 嗯 然後我就回家就是 這個英媚唱好 那個英媚 為什麼那個表情這樣 就是會開始 要求完美 對我就永遠都在挑自己的毛病 然後從來不會給自己任何的credit 或者說 喔閻哥你這個不錯 不錯這兩個字不會出現 欸 你是在哪裡讀書啊 我是新加坡跟香港 哇 好吧 對 淘姐嘆了一口氣 好吧 我大概了解了 我大概了解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你是在美國讀書 美國是大學 那你在美國那時候沒有感受到 東方跟西方教育的一個 就是 方法不一樣 有有有 但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 會想要自己做得很好的人 所以我反而是 到後面我都不參加party 我都在家念書的那一種 嗯 對 所以 那個時候 都逼自己逼太急 對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在 我在要個 我要什麼東西 因為家人也不會說 喔你考100分 特別開心或什麼的 嗯 就是一個 還是你喜歡那個成就感 可能是 嗯 我覺得我太好勝 嗯 就是典型牡羊座 我覺得這個有些 氣質或個性真的是天生的喔 也沒有好與不好 但是就是不要把你逼向一個 你很不開心的境界就好 如果你可以去享受那件事也很好 嗯 但是就像你剛剛自己吐出一句說 有一陣子的你很不喜歡你自己 我就想說 哇 我 嗯 我覺得就是 這麼多選手的形象在我腦中過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一個就是fighter 然後你是一個強者 這樣 就是你給我的感覺一直是這樣子的 嗯 然後我不曉得你那麼不喜歡你自己 嗯 天哪 你那時候馬上你一出現 橫空出世的時候 多少歌迷啊 那個時候是蠻lucky的 我覺得 我也沒想到 我也沒想那麼多其實 嗯 可能是 你要講的lucky應該是說 其實你的努力佔了很大很大一部分 因為你就講你從小開始比賽嘛 那這些經驗 嗯 可是其他選手完全沒有的啊 是 所以其實你看喔 你曾經看過 不能說地獄啦 我們講低谷低潮好了 嗯 你曾經去過那裡 嗯 你要想你為什麼去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thought 就是一個信念 一個念頭 然後你突然就到了那裡耶 對 都是自己 對 所以就是我還是要講 我過去曾經有一個偶像 嗯 一直講過去 Kerry Irving 因為他後來相信那個地球是平的 之後我就昏倒了 哈哈 他一個籃球選手 NBA籃球選手 他曾經說過 他說其實恐懼都是你自己的想像 是啊 你把他想太大了 嗯 其實可能OK 你可能會出錯 那熟 嗯 你知道嗎 就是那有什麼關係 你還是繼續唱完了這首歌啊 對 然後 可能我胖了五公斤 怎麼樣呢 我還是覺得我的個性很好啊 然後我的朋友很愛我 我的分析很愛我了 嗯 我覺得你要朝那些 我覺得女孩子也很容易這樣子 嗯 女孩子很容易自責 或者是覺得 是應該是我表現的不好 對 對啊 我曾經在一個脫口秀上面 一個talk show上面 看一個女生 嗯 他就講他說 從小啊 我知道少了一兩分啊 我媽媽就會說 你怎麼怎麼沒有辦法考一百分呢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他說 可是我們班啊 那小男孩啊 考了個四十分 就拿著考卷得意的在教室啊 晃啊晃 你看你看 你看我可以考四十分 所以他從小就觀察到說 男生跟女生天生那個自信是不一樣的 嗯 那這個當然周圍的 呃態度當然也有關係 還有自己對自己的看重也很有關係 嗯 所以我覺得太棒了 這個浴火鳳凰 哦 愛上現在的我也要鼓勵很多很多的人 是演藝閣跟高爾瑄的合唱 是 歡迎回到桃子館報 今天跟演藝閣聊喔 聊他這個 現在的狀況 應該是 最美好的時候囉 我覺得 我覺得是欸 我現在還蠻 自豪可以這麼講 真的 我覺得我找到一個 所謂 平衡感 吧 嗯 就是 我知道什麼時候該 該退 該休息 該放軟一點 嗯 該不要那麼的 you know push太 hard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我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無謂的壓力 嗯 嗯 對我覺得你剛剛講平衡太好了 其實我們人的一生真的都在求平衡 嗯 那所謂你要能平衡就是你要 有所有的 是 對不對 要不然我這邊要很多很多 我要接這所有的工作 我要去唱我要唱 好請問那你的人生是什麼 你什麼時候休息睡覺 真的我之前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那結果 你現在有給你自己什麼樣的一個原則 就是說 嗯什麼事情 比如說吃氣氛飽就好 然後或是我工作只能佔多少 然後我要留時間給我自己做什麼嗎 我現在就是 我之前就是通告就是一定要排滿 從早到晚 嗯 然後如果哪邊有空隙 我就啊好慌喔 會覺得怎麼這麼空 嗯 然後我現在可能宣傳期好了 那我可能一個月 之前我就是啊 給我曬很滿 嗯 那我現在可能兩個禮拜 我這一天要休一天 嗯 可能去按個摩或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我會 我會先往裡面塞一點 讓我自己有些me time 你你你這樣還是勞模欸 還是很勞動的感覺 就是兩個禮拜休一天喔 可是不是每天排很滿 嗯 就是變成可能啊 今天可以跟朋友吃個晚餐 嗯 或什麼的 就變成不是從早到晚 那個太重要了 嗯 對不對 我覺得是 其實啊包括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自己有時候困在一些節裡面打不開 結果就跟姐妹吃一吃飯啊 或是跟這個專業人士跟他們請教一下啊 喝兩杯啊 就突然 毛色遁開就覺得想通了很多事情 真的 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為什麼人家說有朋友很重要 你就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 你看你剛剛講 就真正低潮的時候 把你拉出來的那個也是一個朋友 對 對不對 那你自己 現在大概都有什麼樣的朋友 除了圈內人的朋友 嗯 我蠻多 其實都是圈外的欸 嗯 對然後 他們都做什麼的 有做醫療的 有做法律的 然後 有做就是Finance的 嗯 我覺得我現在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都可以請教 你又有醫生朋友 對又有投資界的朋友 對不對 有法律顧問 要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這樣 對啊 就是我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可以跟工作稍微有一點 You know 一個有個break 對 因為我覺得很常 跟圈內朋友 就算我們在 吃飯在聊天 就是還是聊工作 是 所以有時候就是可以抽出來聊一些 完全跟音樂無關的事情 這部分太重要了 這樣才證明你是一個 實實在在 真真切切活著的人 也是 你的人生很重要喔 這一部分 那運動呢 喔我其實蠻喜歡運動 我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去學潛水 欸桃子姐是不是 有 我也去學 好恐怖喔 其實一開始是蠻可怕的 哈哈 你知道我今天還在 我連開車的時候 我就還回想說 那個時候我學 我們家四口去學 三個人都考到照 只有我沒考到 因為我不會用那個 面鏡排水 你會排嗎 那個可以 因為我小時候有去 有進過水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人教過我 所以有記得這件事情 對但我就覺得 要記得是很多 對對對 因為你排完 然後你要趕快 你要拿那個 對不起 二級頭 二級頭來吸氣的時候 你第一口還要先吐 對 我心裡想我剛剛已經氣吐完 然後我現在要吐什麼 我吐不出來 我就 然後又不敢 立刻吸第一口你知道嗎 然後吸進來的氣又是涼涼的 對 你就會覺得 那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就是一點心理障礙 那個要 那個砍要過 那你很厲害耶 然後你已經考到了是不是 有有有 然後三十幾支 兩個月 我 你會不會太猛啊 很鹹 對不起 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 三十幾支我們講的是氣瓶 通常幾天內 淺四支就可以考到照了嗎 對 沒錯 那你是三十幾支氣瓶耶 對 你都在哪裡 東北角還是 東北角然後還有去蘭嶼 哇 你去蘭嶼 因為大部分人是去小琉球 對對對 你去蘭嶼然後 蘭嶼是因為剛好有教練要去 他就說 你好像那個中信服 就是還可以 所以你要不要跟著我們一起去 中信服力就是那個 他在水裡的平衡做得很好 對對對 我連在那個游泳池裡面 我都會這樣 十一大口以後 然後就開始搖晃 人就上場下下這樣擺 那個很危險 可是正常一開始 我也會這樣啊 我是到可能第十幾支 我才開始比較 真的喔 OK 那但是其實 潛水的時候呢 我女兒就說 媽媽好像在飛喔 她就很喜歡那個感覺 然後她也迷上了 幾乎每天都想要去 可是 如果我們每天都要陪她 我們就是每天五點要起來 沒錯 對 因為你要殺到東北角 因為東北角你再晚一點 全部都是人 然後車都停不了 對 然後上來只能吃炒麵 就很累吃一盤炒麵的時候 再下去一瓶 然後就大家都很累這樣 好然後我自己就會一直 幻想那些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在潛水的過程中 你享受到哪些 我覺得就是讓我放空欸 因為我是一個手機不離身的人 對我就無時無刻 我就會想 Oh dear No 真的不行 I know 你知道我做得到嗎 我可以 手機 一開始是強迫我自己 就是 我告訴我自己 我醒來的第一個小時 跟睡前的那個小時不要碰 好難喔 睡前我現在還 又沒有真的完全接觸 但我起來我可以 起來我可能就先 就想弄一杯咖啡啊 慢慢的 然後就一直會癢 就想說 他在那裡 手機在那裡 不要理他 然後 再去看一下有什麼新聞 然後這個 再看一下這個 電視新聞之外 然後再看我影集 是不是有什麼沒看 這樣 或是看書 就是強迫自己說 我有看一個那個 有一本書叫原子習慣 叫Atomic Habits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強迫你自己 一小時 像桃姐剛剛告訴你 你可能會覺得很難 你就告訴你自己 兩分鐘 OK 起床的兩分鐘 我們先不要碰可以吧 很簡單嘛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天 你就會超過兩分鐘 你就會覺得 欸原來五分鐘 我也做得到 然後再來可能 十五好十五十五 我的極限囉 就這樣喔 欸那也好 就不會一起來 就看手機 對對對 我現在知道你是一個 很焦慮的人耶 我其實是 你知道我之前要睡覺 我是要開著一個 什麼 影片或者是一些 你在住飯店喔 就是我要開東西 然後讓我不要想工作 才能睡得著 我之前是這樣 我現在已經好一點 你超級誇張的 對 好我跟你講 我們先聽首歌 因為今天時間要到了 然後我們明天繼續聊 明天就換你訪問我了 喔好 因為你那個Podcast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好好的這個 天哪 好好準備一下喔 最後就來播這種 你跟Jay Sean合作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謝謝你 謝謝陶瓷姐 掰掰